今天要教的是條件判斷跟回圈 回圈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大家要記住這個功能 就是熟悉的使用 我們上一節課已經教大家 最重要的是教大家鎖引 跟向量的操作 今天這一節課 我們想要教大家的是條件判斷 我們來看一下條件判斷要怎麼做 總共就只有這幾個 大於就是問說左邊有沒有大於右邊 這個就是說左邊有沒有大於等於右邊 等於等於是問左邊有沒有等於右邊 你會說為什麼不用等於 原因很簡單 因為等於已經被用過了 等於是什麼 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的物件 所以說 我們如果想要下條件判斷的時候 我們要說等於的話 我們要用等於等於 不等於的話就是驚嘆號等於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這些語法 1小於2我們按run之後 它告訴我們true 當然 因為這個是滿足條件的嘛 來 2等於等於1加1 也是true 這樣可以吧 因為這兩個是相等於 z跟b勒 z跟b是文字對不對 那文字怎麼比大小 跟順序講的沒有錯 那中文咧 中文怎麼比大小 中文可以比大小嗎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 我跟你 我跟 欸? 為什麼打不出中文 好 我 我 你們覺得 我跟你誰比較大 欸我 原來我比較大 好不好 好 這個 這個 文字的這個 就是 大小 確實是用順序 因為 在這個 電腦裡面 大家都知道電腦是0101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 欸 實際上每一個文字 有對你一個0101的數字啦 這樣子 那 只是我們不知道 A到Z當然是比較容易了解它的順序啦 那 那個 就是 中文字的直策我們比較不知道說 它到底這個 它到底要怎麼 怎麼去這個 怎麼去用這樣子 好 那我們 整個項量可以一起用條件判斷式喔 還記得C這個函數吧 我說這個是核心函數對不對 C這個核心函數 可以把這個 C這個核心函數可以把這個 所有的東西合在一起 好 這樣子我們看到X然後 現在X有1 2 3 4 5 問他是否 小於等於4 他出來就是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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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前面四個是true 後面一個是false 那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項量的優勢就是 在上一節課有教過 他可以一次做所有的事情嘛 對不對 本來這個1加1 2加1 3加1要分別加 那如果我們用向量化的話 他就可以一次把這X物件一起加1 這樣可以理解 X大於2 你就可以看到 右邊三個他是不是就是大於2的 所以他就回答TUE 剩下就是FALSE 那接著除了前面的六個基本的判斷式以外 就什麼大於啊大於等於啊等於等於不等於啊小於啊小於等於這樣子 六個基本的這些以外 還有兩個比較重要的這個條件判斷符號 分別交集與連集 好這個就是交集 交集的意思就是兩個都TRUE 他才會 他才會這個才會突出TRUE 要同時滿足 連集的意思就是任一個滿足就可以接受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如果 現在X等於1 2 3 4 5 然後X小於等於4 同時X大於2 那這樣他是不是就只有這些 只有這些地方了 因為 大於2的部分是這三個嘛 小於等於4的是這四個 那結果他就說那這兩個是TUE 剩下FALSE 這應該不難理解吧 這個我想大部分的人齁 應該看到一眼就可以了解了 好X大於4 或者是X小於2 大於4是不是這一個 小於等於2是不是這兩個 所以我們按下ENTER之後 出來的地方是不是如我們所料 好這樣應該是滿容易可以理解的 好那接著 當我們擁有了這個判斷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IF ELSE來做一些操作了 注意喔 IF小括號 這個也算是一個核心函數 核心函數 又多了一個 就是IF的這個函數 IF小括號 然後大括號 那意思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 小括號裡面是TUE的話 他就做這個大括號裡面的事情 我之前不是有說 大括號是一堆程式碼的組合 大括號是一堆程式碼的組合 那ELSE呢 ELSE就做這一串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這樣子的話 意思是說 如果Z大於B 那這個X就等於2 反之X就等於5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預期X是等於2 對不對 好那 如果Z大於B 這個 這個順序就不是 這個我們就不是很清楚嘛 那我們就看Y等於多少 我們就知道順序了嘛 好我們把它全部複製貼上一次 你發現什麼 8 所以在這裡是2 對不對 在這裡是4 所以說 這裡應該是 True 好這個True 那這個是False 好 這個是False 好 那如果 這個 if跟else這個很好用嘛 對不對 這個 我們可以做一些條件判斷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上捷克的 中間有一個小練習題是 問你說這個 你要怎麼 有時候要相成有時候相加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回圈的時候鐵巾就會做這個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條件判斷是 我們可不可以在小括號裡面放下很多個True跟False 那答案當然是不行嘛 那如果你是一個向量的組合的話 那他怎麼知道哪些是True 就是他怎麼知道現在我到底要做哪一件事情呢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喔 所以說啊 如果你想要把向量 想要把向量做一些 這個 一起的True跟False的操作 你必須要利用索引符號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x大於4 x小於4 and大於2 x在哪裡 x現在就算等於2 我們先把x等於12345 好 我們把這段做完好了 x等於12345 所以現在x長這樣子喔 好 我們來看 小於等於4跟大於2的部分 是不是3跟4 這兩個位置 也就是這兩個地方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 我們上禮拜有教索引對不對 現在只是告訴大家 索引原來除了放數字 正數 正整數跟複整數以外 原來我們還可以放True跟False 也可以做索引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 那我們當下 我們可以強迫-1 覆蓋掉 覆蓋掉索引的部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喔 RUN 好 我們再看一下X 欸 是不是剛剛那兩個位置 都被我們覆蓋掉了 好 所以索引 索引的東西 我們可以指定一個元素 然後覆蓋掉我們的 確定的索引位置 這個 我們上節課有示範過嗎 我們現在只是要告訴你 True跟False一樣有這個效果 好 那這個非常重要喔 好那我們來看練習題了 好練習題在這裡 就是這裡面有一些數字啊 它不是整數 請你告訴我是第幾個數 然後他們是多少 好不好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 你要做的方法就是把這X複字貼上 到這裡 然後 然後 請你不要用眼睛看 好不好 你用眼睛看 這樣就失去寫程式的意義了嘛 對不對 好然後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交個新的函數的WITCH WITCH這個函數啊 來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WITCH這個函數 A 它是不是 True的地方是不是第一個跟第四個 好 WITCH這個函數就是 如果它用在邏輯向量的地方 它用在邏輯向量給它做WITCH WITCH是一個專門for邏輯向量的一個函數喔 就好像 Levels是專門for 因子向量的一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 WITCH這個函數 可以告訴我們True的地方在哪裡 好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說 透過WITCH這個函數 你應該有能力 首先你要做一個條件判斷嘛 對不對 把這東西換成邏輯向量 判斷什麼咧 它是不是整數 我想要不是整數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不是整數這樣子 我想要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 你用WITCH 那你當然就可以得到 它的位置在哪裡 好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我剛剛看了一下 大家的狀況啦 大概50%的人 第一時間就想出來 然後之後 就是經過 大家 就是有一些人有看後面啊 什麼之類的 好不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 解題思路 好不好 這個 我們 要找出不是整數的 大概就兩個方法 呃這個 大部分人啊 他想到的是我們上節課 有教這個余數 對不對 余數 余數就是 除以1之後 不是0的 所以很多人啊 做出這個 這個操作 x%%1 x%%1 會出現很多 0跟 這邊有個0.3 可是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是0 哪些地方不是0啊 對不對 當你想到這件事之後啊 你是不是就想到 欸 原來我可以把這個東西啊 把它當作是Y啊 對不對 那這個Y我問他 是不是不等於0 欸他是不是就給我一堆True跟False了 對不對 那接著 我用Witch這個函數 把它包起來 我是不是就可以獲得 喔在這幾個地方 他不是0 對不對 阿當然你要找出來 那個那個 這個就難了啦 好不好 這個 你看這邊有個什麼83.3嗎 對不對 這個 眼睛要這麼厲害 我看是很難的 所以說用程式找會比較快 這是故意的 故意給你們找的 好那 第二種想法是 這個 x啊 他 我們好像 就是大家想要整數 第一時間可能會想到這個函數啊 就是 這個 s integer 好 他的確是可以變整數 可是 這個s integer 我怎麼去利用他 怎麼去利用他咧 好 我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他整數的話 他被強迫轉成整數之後 他的這個 數字是不是完全一樣了 這可以理解吧 所以說我們是怎麼做的 s integer 他如果不等於x的話 是不是就直接出現了一堆 true跟false 為什麼他會 為什麼會有人不等於 因為他有小數 所以你強迫他變成整數之後 他就被捨去 所以 我們這邊 按which 我們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答案 好所以這一題應該 難度不是非常高啊 這個 很多 就是很多人都可以想到這兩個方法 至少其中一種 不過還有一些 比較奇怪的 舉例來說 這個已經產生y了以後 這個y 有人說 asological 這個 asological y 那為什麼有一些地方 這個 有一些地方會是true 有一些地方會是false 因為0就是 0就是false 然後 0不是0就是true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 這個 方法是比較奇怪的 不容易想到 好 那你這樣打which 應該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答案 好 這樣可以了解吧 不過這個 不過這個就是 他是 第一個我沒有教到啦 第二個他並不是非常正規 這個 因為通常1才是轉成true 那 這個 不是1的話 他轉成true 這個不是這麼常見的一個想法 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 第二個小節 我們要教大家回圈 這個回圈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好仔細看 在這個部分 就是 不管你上節課有沒有來上啊 這個 這裡部分你都要重新開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地方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什麼意思 X等於C11 所以代表現在X是1跟1開始 好然後 X的第三個數 X的第三個數是多少 現在不知道 他等於X的第二個數 加上X的第一個數 X的第一個數是多少 1嘛對不對 X的第二個數是多少 1 對吧 所以 這兩個數 相加 是多少 2 可以理解吧 2我把它強迫等於X3 就是 強迫負於X3 這個值 是 1加1等於2 所以我們現在看X 他是不是1 1 2了 好接著 X的第三個數 加上X的第二個數 X的第三個數 是不是2 可以了解吧 X的第二個數 是不是1 他們兩個加起來之後 是不是3 我這一行執行完 這個X是不是 就變成了1 1 2 3 可以了解 那這一行在執行呢 1 2 3 5 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 來再來X 最後一行在執行呢 1 2 3 5 8 好所以依此類推 我一直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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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可以 得到 這個一串 這個 一直 數字 這個一串數列 這個數列叫 費波納奇數列 這個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 不知道 真的沒有交 好沒關係 那這個 費波納奇數列 這個我們啊 現在想要產生一個 呃 數列 就是費波納奇數列 他的第20個數字多少 請問一下要怎麼辦 那就一點一點往下加嘛 對不對 這還不簡單 一點一點往下加有什麼難的 好 這個當然是 一點一點往下加 當然是沒有什麼難的 只是要打的 串數有點多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 把這一個 剛剛的語法做一個 規律性的這個 就是 就是 抽取 好 這個我們上一節課有教過嗎 來我們先複製貼上來 如果我們想要讓 這個 共用的部分被抽取的話 這 i等於3 那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換成i 因為這邊是3嘛 那這裡是不是就是2 這裡是不是就1 i-1 i-2 如果 透過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是不是 如果我們要再多一串的話 我們只要再複製一次 然後把6個按7 好 再複製一串 把7個按8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多出很多 這樣我們就可以多出很多列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不過當然 這個 那個 尚捷克有個同學 他提出的idea更好了 好不好 3 這邊就i-1 那這樣子就完全不用改了 我們就一直複製下去了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一直複製下去了 好 可是 這個 為什麼不這樣寫 是因為他不是回圈的標準形式 好不好 那這才是回圈的標準形式 好 所以我們 我們還是先學這個就好了 好不好 i-3 i-4 i-5 i-6 i-7 i-8 好 所以其實你抓到規律了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方法 告訴R元 告訴電腦 說這一串 這一串數字 i-3的時候請你執行次 i-4的時候請你執行次 i-5的時候請你執行次 那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嘛 對不對 好 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在if-else的那裡 我們教大家什麼 大括號是怎麼用的 大括號就是 如果我想要把這一串語法 把它放進來 執行很多次 我是不是可以用大括號 這樣可以理解吧 大括號有Enter跟沒有Enter意思是一樣的啦 這個就是 這樣比較乾淨 我比較喜歡這樣寫 好 大括號前面我們要下條件了嘛 對不對 剛剛是if 剛剛是for回圈對不對 剛剛是if if然後小括號對不對 所以來條件就是小括號 我直接跟你們講 條件就是小括號 然後我們剛剛是叫if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給大家一個新的函數 叫for for這個 for這個函數 後面帶個小括號 裡面放條件 我現在條件還沒下 然後 這裡就是要執行的 函數的數目 就是執行的這個 程式的語法 的組合 好那我小括號 裡面要放什麼勒 我希望指定它i 從3開始做對不對 做到多少 做到8 這樣可以吧 那我要怎麼做 i in 3 8 這個 3到8 就是 345678嘛 好這樣可以吧 好我全部都 把它delete掉喔 好我把它清空了喔 我要示範一下 好 這樣子我一執行 欸是不是就到8了 好有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會覺得非常方便 那我的820 那不是就簡單了嗎 再按RUN是 好看到了吧 這個回圈 可以了解回圈怎麼做出來嗎 就是回圈的重點啊 就是 我啊這個 呃我剛剛跳的有點快 這個indexes啊 他可以在外面3到20 我直接把3到20 放進來到這裡面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用標準的寫法也沒有問題啦 就是 就是 寫3到20 然後再把indexes放進來 所以 既然你知道他3到20 他是可以這樣放進來的 他其實是可以跳的 你知道吧 就是 當然在我們今天這一個 數列裡面 他其實是不允許他跳的 就是 你這裡可以完全可以說 欸 3 4 8 9 10 只是說 你按照我們這個東西 你只有這樣做的話 這樣子 那個8、9、10會沒有意義啊 因為他 8、9、10 8在 他4 他沒有 前面的話 他不知道8的時候 他一定會加度一個NA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我們其實在這裡是不能 就是在我們這個情境 他跳的是沒有意義的 但實際上回圈是可以跳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了解了這個回圈之後 我們了解一下他的邏輯 他的邏輯其實就是 把剛剛那個順序 I等於3的時候 執行一次這一行 I等於4的時候 執行一次這一行 I等於5的時候 再執行一次 依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3到20 好 所以說 這個回圈的語法 大家記住他的模式了嗎 記住這個 記住喔 再給大家複習一次 來 4 小括號 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放 你要重複執行的程式語 程式的語法 小括號裡面放 這個 變數 然後 然後 這個後面就 從多少到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這樣可以齁 這個 4回圈的這個基本形式就是 這個 這裡是變數 比如說這裡是x 那下面就有一個跟x有關的 那這樣就一直持續下去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這個x就會變嘛 x變的時候 這些東西 他可能就會做相對應的改變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回圈 會寫回圈的關鍵就是 想辦法把關鍵的資訊抽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把關鍵的資訊抽出來 把它變成可重複的語法 你如果了解我們回圈這樣寫 你就知道上個禮拜 我為什麼教大家一定要寫成這個格式 因為 這樣子的話我就很方便的 可以讓大家從回圈 先從i等於3 做到i等於6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回圈還有一個其他的功能 舉例來說 你可以在外面有一個變數 叫student 那它總共就是三個 它總共就是三個這個文字 這是長度為3的文字項量 然後它分別對應的分數 好你注意了 student i的考試成績為 scores分 好這個cat這個函數 只是把文字把它print出來而已 cat這個函數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它不是核心函數好不好 核心函數不是它 這樣意思是 i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小華的考試成績為100分 可以接受吧 i等於2的時候呢 小明的考試成績為80分 i等於3小王的考試成績為70分 所以按下run了之後 它是不是三行就print出來 好那 那個程式語言執行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看起來它好像幾乎同時 實際上 它還是有個順序性的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 ,了解了這一點之後 來我們要請大家做練習二了 這練習二 我們會給大家 我們會給大家 大概15到20分鐘的時間 前五分鐘 我會一個一個去檢查大家 確定大家有把 回圈的基本語法把它做出來 這題我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出來 好不好 之後的 大家其實有個關鍵嘛 就是 它在奇數項的時候要做相加 偶數項的時候加相成 對吧 我怎麼做這個條件判斷 奇數偶數的條件判斷 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得出來 好不好 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題我們應該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至少要能力做到什麼事 就是 我們已經知道 4回圈它的基本結構長這樣 對不對 就是 市長這個樣子 就是4 多少要多少然後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 我們應該設計成這樣子 就是 來看一下 我們先以這個方式來看一下 好 i等1的時候用加的嘛 對不對 那1到8 這樣可以理解吧 有時候加有時候乘 有時候加有時候乘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現在要怎麼把它包成4回圈呢 來 4 4 i in 1到8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裡面呢 這個 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有時候要用它 有時候要用它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要 if 小括號 大括號 那else 好這樣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那這樣沒有問題之後 下一步 做到這裡為止 我希望大家 因為我剛剛看有些人還做不到這一步 就是 我們啊 i從1到8 有時候 然後 要做這一行 有時候要做這一行 對不對 好現在關鍵在這裡了 我要怎麼判斷 i是激素 這裡 這個我就要判斷 i是不是激素嘛 對不對 i是不是 你只要能夠想得出 要怎麼判斷 i是激素 這個東西就可以walk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做法 好不好 好我舉個例子來講 欸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這樣做 就是 第一個做法是這個樣子 i是激素 我想有辦法做 第二個做法是什麼 我往下 我沒有 有沒有可能 雖然 因為他其實 也是二循環 對不對 我說如果你已經解出 我看有些人已經用一種方法解出來 好不好 可以想一下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這個i 他其實 他其實每一次的順序都是 因為激素偶數一定是交替出現的 所以我為什麼不可以把 一個激素跟偶數綁成一組 我就 每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就先加再乘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其實也是個方法喔 但是 顯然這裡要做一些修正嘛 對不對 因為這裡 這裡變成是同個數字了 對不對 所以 大家也可以 往這種方式來想 那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來想 他 問題一定出在 他不可能用 i加2 i加1 他不可能用兩個完全相等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想個辦法 好再給大家思考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i如果是激素 i是激素這好不好判斷 這不會太難判斷 對不對 我們剛剛既然可以判斷整數 那是激素也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好剛剛是除以 那個%%1 現在就%%2 i%%2 他如果 等於等於1 那這是不是說明 這個他是激素 對吧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我不需要 特別在做什麼 我就 把這邊放上來 他其實就可以walk了嘛 對不對 來看一下 好還可以吧 對不對 這個答案是對的 這樣可以吧 那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判斷 i是激素咧 剛剛有非常多種方法 s int i 好可是他 i這樣寫定是激素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 i 他除以2 他是不是等於 i除以2 如果他 不等於的話 我們這邊寫不等於 那他是不是就是激素 他除以2之後 被強迫改為整數 如果被捨去 那他就是激素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把它做出來 來 好答案也是可以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現在問題出來了 我如果想要這樣做 我要怎麼辦呢 好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我覺得 有一些同學 就是也 蠻不錯的 這個 他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啊 他說 我這邊如果敢 我這邊最簡單 這兩個顯然是要 這個下面顯然是要 在他上面 就是多一碼 對不對 所以這裡可能是3 這裡可能加1 這裡可能加2 好那問題出來啦 這樣子 如果我用這樣的程式寫法的話 如果我用這樣程式寫法的話 我們來想一下 呃 他的邏輯這樣子 i等於1 i等於1的時候 可以做一次嗎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欸可是 下一個是i等於2嗎 欸不是喔 下一個是i等於3 對不對 下一個是i等於3 對嗎 可以接受吧 那再下一個咧 再下一個應該i等於5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是要跳號 對不對 要怎麼跳號 欸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 這個indexes啊 他可以跳號啊 對不對 1 3 5 7 他不是可以這樣子嗎 欸來來 4 i in indexes 好我們再做一次看看好不好 欸可以walk對吧 可以walk 好 那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的產生1357咧 欸如果 我這邊有x等於1到5 x等於1到5 x等於1到5 x的 乘以2 再加1 好 減1好了好不好 減1好了 減1才會從1開始嘛 對不對 那我的indexes 是不是 就是 13579 所以這是一個很快的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是這個5就無限你 隨便你怎麼增加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再換 我們再換一個想法 還有一些人他想法是 好我這邊 我堅持啊 就是要1到 我堅持 我現在回到這裡來 等我一下 我回到這裡來 好 好 我堅持啊 這個就是要2 這裡就是要3 那我這裡1這裡2這裡3 你換個想法好了 這裡是不是 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 j 等於 2 乘以 i 減1 因為這樣子 這個j現在就是1嘛 可以接受吧 那這裡的j 咧 這裡的j 現在是3 對吧 這裡的j 現在是 5嘛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把所有的i 通通換j 這是不是也可以walk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以吧 我想你們大家都非常聰明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樣意思是一樣的對不對 我其實可以把它打包成 4 i 1到4 然後我把這一串 我先產生一個j嘛 我先產生一個j然後再來做嘛 對不對 那這樣意思是一樣的對吧 可以接受 好我們再做一次 好答案是可以接受的對不對 好那 如果你會到這一步以後 你很容易就可以再想到 欸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j 直接換成 我就 我就不要j了 我直接放進來嘛 這樣可以吧 我總是可以直接放進來吧 那我j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這樣可不可以做 這樣也可以做對不對 好可是這樣也可以做 這裡-1加2 -1加2 -1加2是不是就可以換成加1 可以接受嗎 啊-1加3欸 加2對不對 -1我們就留著 -1加1就是0嘛 那-1加2咧 -1加2就是加1嘛 -1加10嘛 欸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也可以換成這個形式 對不對 有一些人他腦袋想的比較快 他直接就是出這個形式了 好不好 但是 我現在是告訴你們 一個一個照著邏輯下來 我們要怎麼一步一步改 好不好 來我們再做一次 好答案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們看這一題 它有多少這種解法 非常非常多種對不對 好我這邊只是故意demo給你們看 就是說 其實啊 你要做出一個 事情 你只要擁有最基本的工具 你的解法 欸非常非常多種 那 哪一條路都可以通 啊 他們在背後的原理可能是一樣 舉例來說 你看我剛剛直接換 我現在這個樣子 跟剛剛 I是會跳號的 原理是一樣的 但是 整個 整個 就是有點像數學推導對不對 就是 A等於B等於C這樣 四字一路寫下去 他們其實都是等價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今天要來做 最後一個小節 多層次回圈 好 回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它可以大量快速運算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教的是 回圈裡面又有回圈 什麼時候要回圈裡面又有回圈 舉例來說找直數 找直數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有辦法想像是怎麼找 對不對 首先 直數要滿足哪個條件 就是 不能 被比他小的直數 整除 可以接受嗎 你如果要找個新的直數 就是 不能被比他小的直數整除 那你 什麼是比他小的直數 假如100比他小的直數有哪些 那不行啊 你得一個一個找上來 對不對 你必須先 你必須先確定2是不是直數 3是不是直數 4是不是直數 5是不是直數 可是你來確定2是不是直數的時候 2當然就是第一個就不討論了 對不對 你要確定3是不是直數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掃描 他會不會被二整除 不會 所以他是 4是不是直數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看2是不是 他會被二整除 會不會被三整除 發現他會被二整除 所以他不是 5勒 23再做一次 6勒 235再做一次 對不對 7勒 235再做一次 8勒 235再做一次 以此類推下去 可以了解吧 我們在還沒有開始寫回圈之前 你的腦袋裡面應該要有這樣清晰的認知 直數怎麼找 你要先確定 比他小的直數是哪些 你才有辦法找 這樣可以吧 好 你們先不要想那些有的沒的 什麼 比他小一半的直數 這個 比如說 100 你只要找50以下的直數就可以 這些 這些有可以跳過的方法 我們都先不談 可以了解吧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要怎麼來找直數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那個語法寫得最 最複雜 我們現在要找2到6 所有的直數 我們可以這麼找 好 現在的X是2到6 那AnswerX是 AnswerX是Repeat True 5次 這AnswerX長這樣子 我現在AnswerX 他是不是就把2 3 4 5 全部都弄出來 好 這是開始 你們如果只看開始 你們不知道這樣有什麼意義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現在 大家知道這裡是True 現在全部都是True 對不對 代表 在我剛開始找的時候 我認為這邊都是可能的直數 好 那我要做什麼事勒 如果滿足一些條件 主要是滿足被整除的條件 我就要把這個True改成False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3我要怎麼檢查 來 對3進行檢測 那就是3就是X的第二個數 對不對 X的第二個數 如果可以被X的第一個數整除 整除就是 他們兩個除了之後余數為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他的AnswerX AnswerX的2 就會強迫變成False 當然 這裡是不滿足的 所以這一行他不會執行 所以X 現在AnswerX 他現在還是全部都是True 對吧 因為我只檢查了第二個數 就是3 對吧 好接著我們再來檢查 第四個數 4這個數 那檢查4這個數 他需要檢查兩個啊 有注意到嗎 他需要檢查第一個數2 也要檢查第二個數3 對嗎 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檢查到這一行的時候 欸 他是不是就 他是不是 這個數就變成False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會被 這個整除啊 那這樣子我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記錄我的答案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欸 那我現在 X 然後用索引 Answer.x 4是不是被我去掉了 因為4會被 X整除 4會被前面的數整除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你如果 抓得到他的循環的話 你應該可以注意到 來 我們把全部複製下來 好 如果你要做直數 就是 我現在一開始教你們 寫多層次回圈 你們腦袋一定不會動那麼快 對不對 可是 寫成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比較容易對不對 應該是可以寫的出來 可以了解吧 寫成這樣應該是可以了解 寫的出來 關鍵是什麼 你要寫成 這個樣子為什麼我們知道 他可以被迴圈做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有東西 有變的只有索引數 剩下的東西是不變的 你要有能力把變因 抽成索引數 這樣子你就有機會寫成回圈 這樣子的形式 你應該感覺出來 雖然你還沒有辦法一眼看出 他回圈要怎麼寫 但是他是有機會寫成回圈的對不對 因為除了 這些數字會變以外 在中括號裡的數字會變以外 剩下部分完全不變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變喔 來 首先 我們先 我們先 全部執行次好了 全部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 x answer 點 x 好他就會出現2 3 5 6 6跟4就會捨去 對不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把它包成一個回圈 我們現在 來我們要要包 全部包成一個回圈 這有點難對不對 可是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好不好包 這個回圈好不好包 好像不會很難包對不對 因為5是固定的 5是固定的對不對 所以就是1到4 這樣可以接受吧 1到4 那我們現在用 我看一下我是用什麼符號 後面是用什麼符號 我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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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從這樣包 好沒關係 你們跟著我的想法這樣做好了 我重做一次 來 我這裡 j是不是 可以從1到4 j等於1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東西換掉 可以接受吧 那接著 在這一行咧 這裡如果要換j的話 j是不是等於2 可以接受嗎 那j等於3 j等於4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這個 j 這個 來我們在前面把它換掉 這裡的j 這裡是不是j j j 然後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前面換成 j等於1 j等於2 j等於3 j等於3 好可以接受嗎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接受吧 對不對 我就只是換j 那我這個數字要怎麼辦 我這個數字是不是可以這樣換 我把它換成i 好了 因為這是雙變數的嘛 對不對 那我把這個數字換成i之後 這裡的i i等於5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在i等於5的時候 如果我要把下面四行 打包成一個回圈 我要怎麼做 來 看著我 標準做法 for 小括號 大括號 請你都先這樣打 不然你常常會 常常會出錯 好不好 來 for 小括號裡面放什麼 j 1到4 可以接受嗎 然後勒 這一行是不是可以包起來 這一行是不是可以被包起來 好那我下面是不是可以刪掉了 好我現在 從頭到尾我再做一次喔 run 好一樣 answer 好是不是 後面兩個是false 這樣沒有問題吧 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 那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把 這一包也把它打包 這一包打包的話 是不是來 i等於多少 i等於4對不對 然後勒 這裡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換了i了 那我要怎麼打包他 欸來一樣嘛 來 4 j 1到多少 3 可以接受吧 打包 好我前面這邊用1死類推好不好 我把它拉上來 3 2 可以接受嗎 好在這裡 2 1 好你發現了什麼 這裡都是一樣對不對 這全部都是一樣的 差別在哪裡 i會動 第一個是i會動 第二個是還有一個地方會動對不對 這個會動對不對 那這個會動這裡我可不可以換成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都是i-1 可以接受嗎 那所以如果我這邊通過換了i-1 是不是連這個東西都完全一樣啊 所以i等於2的時候就執行這一串 i等於3也是執行這一串 i等於4還是執行這一串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喔那我知道啦 我是不是就可以 來4 i從多少到多少 2到5嗎 可以接受吧 來 大括號 然後我們把這一大串 全部放進來 我們全部刪掉重新執行式好不好 好 answer 點x 好 欸答案是對的對不對 好我們要怎麼看答案來 還記得嗎 x answer 點x 好那我們來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不好 來 呃你們要找多少一下 一百好了好不好 這裡如果改一百 一百這裡要改多少 九十九 可以接受嗎 因為他們二超一百嘛對不對 好那這裡要改多少 這裡也是九十九 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全部執行一次啦 欸是不是把一百以下的指數全部都找到了 欸你發現了 你在猜 你如果寫成這樣子當然是就 你有沒有發現語法其實非常少 總共有才十行 但是要寫成這樣不容易啊 你的想法要從這裡開始 來我們再看一下獎益 回去如果你看獎益的時候 你還記住 我們是怎麼推導的 首先你要先寫得出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寫得出來之後 獎益的推導方式是 先把I 先把I抓出來 先把I抓出來 就是因為這一大串 這一大串顯然是 二是不動的嘛 三是不動的嘛 四是不動的嘛對不對 好先把I抓出來 I抓出來以後咧 再想辦法把J抓出來 全部提取出來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J 把它抓成一個回圈 把J抓成一個回圈之後 他的結果就會長這樣了 I給2的時候 J回圈長這樣 那剩下就 現在就只剩下這個數字會動了 這個數字會動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I-1 把它改成I-1之後 我們就可以 OK 這就是我的答案 沒有關係 這個你們做一下好不好 這就是我的答案 你們親手做完我剛剛推倒的整個過程 好不好 這就是我要的答案 那沒有關係啦 就是 我最後就是叫你們做出這個答案 那你們做出這個答案之後 你們就可以找出100以下值數了 我希望你們親手做完 不過不要太開心的太早 不要開心的太早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隱身 等你親手做完這邊之後 我希望你先不要看下一頁的答案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樣的做法是不是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 我剛剛如果是第100這個數字 我是不是要從2檢查到99 2檢查到99是不是很慢 慢在哪裡 這個 我其實第一個 呃 我不是直數的我也檢查啦 不是直數的我也檢查 對不對 第二個 實際上我不用檢查所有的直數對不對 我只要檢查比我的 比我開根號還有小的直數就可以了 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有一個數 他沒有辦法被比他開根號還有小的數字整除的話 他就不可能被更大的數整除 因為他最差最差的狀況下 就是他被一個 比如說 比如說 144好了 他是會被12整除 144我舉的不好 169好了 他是會被13整除 如果他不會被13整除的話 你覺得他有可能被17整除嗎 不可能啊 因為被17整除 那他除出來的傷數一定是一個比13小的數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還可以 你有兩種方法可以跳過很多步驟 這件事很重要 不然 你現在做 91百你可能還覺得很快 我現在做1000 這邊改999 這邊改999 我們再執行次 還是很快 好1萬 再執行次 看到嗎 他是不是在等了 他跑不完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城市實在是太浪費時間了 因為他檢查太久 他現在根本跑不完 我現在 他跑完了 好不好 是不是跑了非常非常久 你們如果覺得 5秒不算9 那你們把1萬改成10萬 你們看看會 跑到民國幾年 你們應該感覺出來那個搜尋的這個 就是搜尋的那個範圍是一個三角形 看得出來那是一個三角形吧 就是你月那個數字乘10倍 那個時間不是只有10倍 那個時間是10的平方倍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千萬不要去挑戰這件事情 好我們想個辦法把他的速度變快 等一下給大家練習題就是 先推倒成我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一路推倒成我現在這個樣子 那接著就你不要直接到最後的那個練習上的答案去貼 好不好 拜託你一步一步貼過去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怎麼去提升你的程式效能 好我們今天這個關鍵就是 呃大家寫到這裡為止啊 這個我再講一次他的邏輯是什麼 就是首先啊你要先從你要先 有能力把這個語法變成 這樣的一個形式 這樣的一個形式是什麼形式 中間的索引數會變 那外面的不會變 這樣懂我意思吧 第二個你要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啊這個X啊他本身是不會變化的 為什麼咧我可不可以每一次做完我就把它捨去 假如說我4我就把它捨去 我不是做不到是我做了以後 我那個X的順序是不是就亂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不會去改我的X 我是用一個新的東西 MX 去保存我的答案 這件事很重要哦 我在未來 我在未來會做非常多事情 我沒有辦法直接去改那個東西 我沒有辦法直接去改X 但是我可以把X是不是直數這件事情 保留在別的物件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我預先保留的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關鍵是 我看到有些人犯錯是 他可不可以從1開始 不可以 因為所有數都會被1整除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1是一個你必須人工去把它捨去的一個數字 所以以後在未來啊 很多時候 我們 我們 人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你不能說 我覺得這邊2開始不好看啊 我改成1開始好不好 抱歉做不到 這樣可以了解哦 好 還有就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最後這裡 在最後這裡i是-1對不對 所以i可不可以從1開始 不可以 你1到0這樣是沒有1的嘛 對不對 0 0的話0所以那就什麼都沒有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啊你在一路這樣過來的過程中 我們這個語法 他其實可以改變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這邊是把所有的這個東西都寫下來 大家一路一路 一步一步 最後啊 你可以產生這樣的一個語法 好那產生這樣的語法之後啊 我要怎麼去把這個就是 把我剛剛講的那幾個條件把它修掉了 舉個例子來講我們來看隱身 好 我們想要找5000以下的直數 剛剛語法非常慢 主要因為 有非常多步驟能省略 我們需要一個 一個 這個算函數了 這個指令叫break break break是說 我的 我找到這裡我只要發生了 我就不要再繼續做了 所以我們光這樣做就很快了 來 我們現在到99 我們剛剛在執行次 蠻久了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蠻久的 我記得啊 五六秒嘛對不對 來我們 如果 其實你只要被二整除 後面你就不用找了 對不對 可以理解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 answer x這裡 首先我先加上個break 這樣就快很多 快不少吧 比剛剛快非常多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不用再 因為我只要發現有 我就後面就不找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就會快非常非常多 至少偶數的部分 全部都被跳過了 因為偶數第一個數字 就被除掉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還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這個 就是可以這個很快的這個 就是把它省略 主要就是 我希望我的上限不再是 i-1 i-1 我希望是 i-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我說 我要 比這個 i-1 還要來的小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 i-1怎麼做咧 sqrt i-1 對不對 可是啊 他必須要 他必須要 是個整數 那怎麼辦 前面再加個 sint sint 好我現在從頭在執行室喔 現在會變超快 有沒有瞬間就出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瞬間就出來了 現在我如果是999改成9999 這個照道理講 剛剛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做完的 欸喔這裡這裡這裡忘記改 我想說怎麼會快這麼快 這個照道理講 剛剛是幾乎不可能做完的 但現在有沒有感覺到超快 所以注意一下啊 就是我們今天教這裡就是 你現在啊在今天 今天的前半段我們教回圈 是希望大家掌握重複 叫電腦做重複事情的能力 可是啊 當你有這個能力之後 你就會濫用他 你濫用他 你就會不好好仔細思考 我問你一下 現在叫你從1加到100 你會怎麼做 我問回圈做嗎 哎拜託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學一下那個 學一下高師好不好 想一下那個三角形怎麼做 所以啊你還是必須稍微想一下 你不要濫用他 那你不要濫用他 你就要知道有一些 數學的方法或什麼 或你可以想到的方法 可以讓他跳過一些步驟 這樣他才會在一個合理的時間把它做完 不然你的程式動不動 這個動不動就要跑個這個幾個小時 這樣大家受不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大家還是可以再練習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教的就是回圈功能 那回圈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之後啊 之後幾乎所有的這個 運算都是透過回圈功能在做 那我們就是要熟練的使用回圈 你就會對程式語言非常的熟悉 好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